今天我们就来测评一下 小粉丝亲情推荐的 9块9包油 左轮小手枪哦 9块9包油 买不了磁灰 买不了上当 实在不行啊 直接退货 翻过来 这把小手枪的颜色倒是够炫 有黄有绿 还有灰 抽进了我们看 里面还是透明的 这里还送了10包软弹 一看就是一把软弹枪嘛 现在我们也就只能玩玩软弹枪了 先给它的外观打一个分 这些颜色还是比较鲜艳的 满分10分 我们就给它打个 8分吧 这个黄色的钻盘明显就是假的 根本不能玩 枪架搬动 就完成了上场 我们秀 中立刻软弹 又是枪口直接塞进去就可以了 哇 可以 简单没了 射程大概在七八名左右 很普通的一把枪 从它的可玩性来说 很简单 完全没有左轮的感觉 只有样式像 所以这个功能性 我们就直接给它打个5分 操作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它的这个 合作上介绍 它可不只是能打一个软弹这么简单 人家好 兼具 物理攻击和魔法攻击 还可以玩水枪模式 也就是说它 还是一把 小水枪 天呐 这么小的枪能装多少水啊 简直就是个笑话 找一找 哦呦呦呦 我知道了 原来就在这里啊 哦 我们之前玩的那个小水枪都是在它的握把这里 也就是说它握把是可以装水的 果然 果然如此 哎 下台马上就要到了 玩水枪的季节又来了 哦 满了满了 装了有一半的水 嗯 那我看这要怎么冒水啊 不用扣动焖机 直接按 哦 哇哟 这个射程 跟我软弹拿的差不多远 洗洗我的背景 哎呀哎呀 这可比软弹强好玩多了 不用擅长 不用装子弹 直接就可以变滑 射程还有保证 如果对手戴了面具 牛软的拿根本是没有用的 如果换成水 那就不一样了 打到脸上了 那绝对真的是 魔法攻击 可以阻挡它的视线 这个家伙 伤害不大 物性极强 带什么防护都没用了 全部变成落藏机 如果我们把软弹同时装进去 一起发射 那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双重攻击 帮不胜防 这个攻击范围是真的大 当然了 你除了可以玩射击之外 还可以 平时焦焦花什么之类的 当一个水喷壶 走开 干点小家务 当个小原地 九块钱 千万不能给它浪费掉 一定要物尽其用 拜拜